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英九出生在香港 他的祖籍并非是香港 而是后来移民到香港的区 在他出生两年后 家里人便举家迁移到了台湾的区 从此便在美丽的宝岛台湾定居下来了 1972年 他修完了台湾大学的法律专业 想要往更高领域发展 于是 他选择来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超级大国 美国 赴美留学期间 他结识了现任妻子周美清 两人在大学校园里偶然相识相遇 彼此因为都是中华儿女儿惺惺相惜 互相关心 两人经常一起出入图书馆 参加各类活动 渐渐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最终两人是于1976年宣布订婚 而此时的马英九还并未完成学业 还要再攻读博士学位 未婚妻周美清为了支持丈夫的梦想 他选择放弃学业深造计划 进入餐厅这种薪水高 或很累的地方 换取高薪水来支撑两人在美留学生活的费用 1980年11月24日 夫妻二人的大女儿降生了 面对这个新生命 两人显得世纪兴奋又紧张 高薪的是两人的爱情结晶平安出生了 紧张的是担心两人照顾不好女儿 1981年 他攻读完哈佛大学的法学专业博士学位后 先后进入了最有名的金融街当实习律师 实习结束后 他还是不想忘记那个生他养他多年的故乡 心中依旧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 同年 他回到了宝岛台湾 这个充满有他多重情怀的故土 按理说 马英九回到故土后 应该是会进入一些大刑律所当一名大壮 可他偏偏不认命 不想过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 他有一个更伟大的梦想 进入政坛 实现多年以来的领导夙愿 渴望自己有一天能被世人看到 能让妻子看到自己做出的一番政绩 之后 他因得到蒋经国的提拔与重视 很快从一个人为言轻的小翻译渐渐爬到了台湾市市场的位置 此后 马英九更是凭借出色的政治才能和领导决策力 深得台湾民众的喜欢 连任了台湾市市长 人生之路怎么可能一直是一番风顺的呢 必然要经历一番挫折与磨练方能闻其梅花香 卸任了台湾市的市场后 他没有放弃从政之路 而是选择竞选台湾的区的最高领导人 1998年 马维中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而在台北高中毕业 这位天才女学生也荣获了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亲资颁奖 可陈水扁自从给他的大女儿颁完奖后 他的从政之路似乎就没那么顺利了 甚至可以用坎坷来形容 正是这次颁完奖后 同年台湾市长竞选角逐中 陈水扁当时已经获得了八成的支持率 台湾当局民众对他也是抱有很大的期待 可最终结果却是他落败了台湾市市场的竞选 输给了与他相差78305票的马英九 自2005年以来 陈水扁的支持率便不断下滑 民众对他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后来更是在2007年2月13日 台湾当局最高领导层被爆出惊天大丑闻后 马英九当即宣布要参与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竞选 至此 一场你追我赶的政治赛程拉开序幕 而马英九也是做出了十足的准备和斗志 要与贪污腐败势力斗争到底 2008年 时任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的陈水扁因涉嫌贪污等而被公审拘捕 也正是这一年的拘捕令导致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终止 马英九在民众的高呼声中上台了 他也是唯一一位不支持台独的台湾当局领导者 也是前任台湾最高领导人返回大陆祭族的第一人 他在位期间一直恪守己任 从不愿为家里人开一次后门 他这种大公无私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两个女儿 大女儿马维中自出生后 便一直跟随着父母住在美国 但父亲在他一岁至即选择回到台湾工作生活 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外语熏陶 所以他从小就有惊人的英语天赋 在那个人人一提英语就很头疼的年代 他却逝得心应手 英文更是脱口而出 马维中的特立独行并非是建立在一种自私的预念之上 而是他不希望父亲受到任何牵连和影响 不想自己因为父亲的关系就被特殊对待 高中毕业后的马维中 义无反顾地报考了美国哈佛大学 攻读生命科学专业 虽然妇女二人几年不相见 但也丝毫不影响两人的亲情 彼此心中都明白 在为一个统一的大陆而作斗争 为一个富强民主的和谐祖国而奋斗 马维中进入纽约大学后 并没有选择生命科学系 而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学习之路 研修博物馆系 这个专业听上去可能会觉得比较冷门 但马维中自始至终都是将吸收知识建立在兴趣之上 因此 他的专业成绩在大学里也一直是位列拔尖级别 门门都是满分通关 甚至叫他的教授都无不对他赞赏有加 远赴大洋彼岸留学期间 他也没有表现出一副放飞自我的状态 依然和高中时期那样穿着非常朴素 随身鞋带的背包都是一些很普通的牌子 奢侈品就从来没出现过马家 更没有出现在马家任何人身上 明明每年丰厚的奖学金可以犒劳自己一下 可马维中却始终不愿浪费半分钱财在奢侈品上 很快 攻读完美国的学业后 他没有想过要依靠父亲的政治关系为自己谋取福利 而是靠着自己的才能进入了一家名气颇大的工作室 这家工作室并非寻常人可以进去工作的 需要经过层层严格的鄙视和面试之后 才可以入职 马维中顺利拿到offer后 每日都是最早来到工作室 先是准备好今天开会的资料等等 他办事总能让别人百分百放心 2005年11月1 爷爷马赫林去世了 身为马家长孙女务必要回来奔丧 参加亲爷爷的葬礼 于是 马维中当即购买了价格最低的经济舱 一路颠簸后 终于抵达这片离别几年的故乡 随即 台湾媒体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 对他的新闻报道全是夸赞 没有任何贬低嘲讽之意 当时还有一家杂志社特地出了一起 关于全球领导人的千金比美内容 马维中排名第四 2012年开春 他与相恋多年的恋人蔡佩然结婚 婚礼现场也是极为朴素 完全没有选择那些豪华大酒店 而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饭店 作为马英九的大女儿 他完全可以大摆宴席 选择那些华丽的大酒店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始终牢记马家祖训和父亲自身所传递出的伟大精神与思想 不骄不躁 保持一众谦卑的心态 哪怕婚礼当天 父亲没能来参加 他都没有半句怨言 因为父亲这天正好要处理群众示威游行之举 其实大女儿马维中早在婚席开办前 就与丈夫蔡佩然于美国加州注册结婚了 之后便移居至香港 相比于大女儿循规道具 沉稳大方 马英九的二女儿马元忠就显得比较活泼开朗 二女儿马元忠和大姐的出生的就完全不同 她于1985年11月18日出生在宝岛台湾 和大姐一样从小接受台式教育 她从小就表现出古灵精怪的性格 甚至被爷爷用一个七字形容 经常是琢磨不透这个小孙女的所言所行语性格 有次高中校园作文颁奖典礼上 时任台北市市场的马英九就出席了这场颁奖典礼 在为小女儿颁完奖后 更是一把将女儿搂入怀中 而小女儿的反应也确实令人哭笑不得 只见她最后做了个鬼脸 还翻了个白眼给父亲 高中毕业后 她被保送进了台北大学历史系 但她为了避嫌 不惜千里迢迢来到美国的大学深造 马人忠在进修完美国大学的学业后 转头扎进了文艺界 报考了布朗大学艺术系 当时这个专业简直是冷门中的大冷门 她更加明白自己想要进入什么领域 在学完艺术类的专业后 马人忠也进入了姐姐所在的这家工作室 只不过这个offer完全是凭自己的实力拿到的 马人忠曾悄悄开过私人博客 但很快便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攻击父亲的武器 吓得她赶紧注销掉了私人博客 虽然时常跟父亲恶作剧 但心中挚爱人是亲人与爱人 两位千金之所以能成为全台湾最想取回的女人 想必也是她们这种坚忍不拔的性格与精神足够打动别人 姐妹二人能完全不仰仗父亲的关系 在艺术界打拼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除了自身的优秀能力外 必然还有一种吃苦耐劳的性格